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女巫的智慧神预卡 地球智慧神预卡 还有刺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美食 对应这次的主题 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最被哪个选项的美食吸引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她现在对你的感觉如何咯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她现在对你的感觉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她 现在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看一看 她现在到底对你是怎么样的感觉 好了 主题拍开来看 她对你的心非常火热哦 她很热情 很热情的心对着你 她已经习惯有你了 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 你跟她过去认识的对象都很不一样 你带给她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你就是把春天带给她的人哦 遇见你了之后 她又讲冲动 就是想恋爱的那个冲动 给选到第一组 她现在对你的感觉 首先你手机拍开来看 她觉得你是一个好性感 很有吸引力的人 她对你的热情已经多到快盖不住了 她的心对你是非常火热的 她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哦 已经习惯有你了 就是习惯的 就是每一个晚上睡前会想你 又或者是见到有什么好康都想要跟你分享 她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哦 你跟她过去所认识的那些对象都很不一样 在她的眼中你是独一无二的 带给她很多的新鲜感哦 你把春天带给她 令她想恋爱的冲动 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这个人呢 现在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她觉得她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是可以真心用心对待的那个对的人 对你有赞有欲哦 她觉得你是一个宝 她绝对不可以把把你让给人 不可以让别人有机会把你抢走哦 是上天赐给她最棒的一份礼物 她好珍惜 你跟她之间三观好合哦 她内心是觉得 虽然她口中没有承认 她内心觉得你们是同类人 你们有很多相识的想法 观念 是你给她力量哦 你帮助她的脾气变得更好了 给她力量做一个更 更好的人 她眼中的你好性感哦 她想要把你紧紧的抱着不放 再看 她现在保持耐心 她很探讨你们之间的感情 她相信 你们是有未来的 她内心有很多甜言蜜语想说 一直憋在心里 找机会想告诉你 但由于面子问题 所以很多情话都藏在心底 没有说出口 她其实早就爱上你了 她早就想赞美你了 但她就是开不出口哦 很多的事情 你认为好容易能够做到 但她就是做不到 给选到第一主 陶罗拜卡来看 现在对你的感觉 她觉得她终于遇到了那个 她可以用心 真心对待的一个对象哦 你在她的眼中 是很有吸引力 好迷人的 很想要用她的权力 去把你掌控 就掌握在手里 不放想紧紧地抱着你 强吻你之类的这种举动 别看她表面 好像很淡定的样子 她藏在心底那一份热情 在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 她就是对你有赞有欲 她爱吃醋的 因为她就觉得你是一个宝 是上天赐给她的一份礼物 她不可以让别人 有机可乘地去把你抢走 很多时候 见到你跟其他的异性面前来往 她就会想要很冲动地 拿着刀 不是 很冲动地就是要走向对方的面前 去对质把你抢回来哦 但可能由于面子问题 又或者是没有机会 或者她名不正言不顺 她所以什么都没做 你不知道她内伤了 她就是心里堵着那一股气 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放出来 她现在呢 就觉得你跟她之间是 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你们三观好合 你们在一起可以创建一个 大家都好的一份未来 大家都快乐幸福的一份感情 圣女的好脾气呢 帮助她也变得比较好脾气起来 她本来是一个很火爆的人哦 由于呢 就是你的到来 你的把春天带给她 令她呢 就是比较修身养性了起来 所以她认为她是需要你的 你们是互补的 你们是需要在一起 才能够更好 就是她需要你克制她的暴脾气 而你是需要她呢 就给你更多的动力 所以你们在一起 可以创建更好的未来哦 她不想错过这份好的姻缘 看资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她有什么话想说 她很需要你 但她就是拉不下面 只需承认 她没有想到 她会遇见这么与众不同的你哦 你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她会把你优先看待哦 就算她有很多 其他更大的问题需要面对 她还是会把你放在第一位 去照顾 她做梦也梦想着 跟你有一个 甜蜜幸福的未来 她有造成你任何伤害的话 她自己也是不好受 她也很难过 是你带给她平静的感觉哦 是你 帮助她的这个火爆脾气 找到平静哦 她需要你 这不是一般的爱 没有你的话 她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她有一些家里的问题 需要她先去处理哦 给她一点空间 给选到第一主义资格来看 她说她虽然拉不下面子 最承认 但请你相信 她真的是很需要你 她不能失去你 不能没有你 她真的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 特别与众不同的一个你 就在不知不觉中 就整颗心交给你了 她现在发现了 对你已经产生了很强的依赖 请放心把你自己交给她吧 就算她有很多更大的问题 需要去面对 她还是会选择 把你放在第一位哦 你的安康 你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们经历了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 她也是幻想着 你们可以幸福走到底 她知道她做了一些错误 可能伤害了你 她对这件事情呢 也是很难过 她甚至还比你还痛苦 她求你别离开她 因为只有你在她的身边 她才会有平静的感觉 她的心才会踏实起来 这份不是一般的爱 她不想错过你 因为没有你的话 她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她之所以被动了 因为她有一些家里的问题 先需要去处理的 但请你别胡思乱想 你依然是她最看重的人 看这个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一主 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 对不起 让你讨厌了 因为我不够双面 不喜欢说好话 逗你开心 她就是不懂得甜言蜜语 但她说的都是真话 她对你是真心的 让我们回到最初相遇的那天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失去你 很希望你再给她多一次机会 如果我说我还喜欢你 你信吗 不管她对你怎么样的态度 她内心深处还是深爱着你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主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给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事情会变得更好的 现在不好不代表将来不好哦 所以呢 别会心意冷的 还是会有转机的 低骨气嘛 会好起来的哦 找到你的内心动力是什么 现在无论多寒冷都好呢 别失去那个火热的动力哦 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呢 别忘了初心哦 爱上彼此的那一个 感觉别忘了 还有就是 带着光去照亮身边人 也走向你要的道路吧 勇往直前哦 去追求你的甜蜜幸福 看这个答案之书有什么建议呢 更加慷慨一点哦 不用太过的计较哦 慷慨一点 对你们的感情会有帮助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地狱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对方有很多 值得庆祝的好事 可以发生的 每天都保持着良好的心情 快乐的相处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来看这个人 他现在到底对你是怎么样的感觉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很淘朴的人哦 是可以一起过一辈子的对象 他有考虑要跟你稳定的走下去了 你带给他疗愈 你填补了他心中的坑坑洞洞 你的脾气很好哦 跟你似曾相似的 好像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一见如故哦 给选到第二种 他现在对你的感觉 首先你仔细拍卡来看呢 他已经死心塌地对着你了 他已经在考虑跟你有一个长久的未来的 他认为你是一个很适合过日子的人 是一个很靠谱可信可靠的人哦 你带给他疗愈 跟你在一起 他心中的坑坑洞洞都被填补了 他变得更正能量起来 更加快乐起来 你的脾气很好哦 你就是那一个拯救了他的人 他相信你们应该是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因为他对你好像一见如故 有好像莫名的亲切感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现在对你的感觉 他认为你好单纯善良 劝着他的手呢 去尝试很多他过去 未尝试的新事物 你添加了很多的色彩哦 你是那么阳光活泼开朗 可爱的人 在他的心目中 你是那么可爱 还有呢 你做的事情一向来都有分寸的 很有准备的 会为自己做打算 很能够给他放心哦 他对你的事情都很好奇哦 想读懂你这个人 自从遇见你了之后呢 他已经对其他的异性不感兴趣了 他知道你就是他一直找的 那个对的人 那个真爱 你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哦 他对你是动了真情的 你也许自己都不知道哦 在他的眼中 你超级迷人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白哦 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他对你的赞美是很多的 只是说不出口 他还在用尽办法努力的 想要就是达到你的高标准哦 他觉得你们之间是有距离的 但没关系 他在努力中哦 他总有一天会把自己变得更好 更能够配得上你 在他的心目中 你比较内向哦 你懂得好多 但你又好低调 给选到第二主 他现在对你的感觉 以陶罗派卡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好单纯 善良 是很没有心机的人 自从你的出现呢 你添加了很多的色彩 在他的生命中哦 他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生活变得更多之多才起来 在他的心目中 你是一个很活泼 很开朗 很爱玩 然后呢 很阳光乐观的一个人哦 是指的交信的一个对象 他对你已经动了真情哦 你也许自己不知道 在他的眼中 你好迷人 你已经成功的 就是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现在 对你神魂颠倒哦 他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已经无数遍的在心中 一直在赞美你 但是他就是在你的眼前呢 就说不出这些赞美的话 他觉得你是一个 很有分寸的人 很会为自己做打算 你计划 不用他为你操心哦 他觉得你好棒 是他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 他还在努力的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能够配得上你 他知道你们之间可能有距离 他可能配不上你 但他没有放弃 他还在努力的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动力 去做的 把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动力 他呢 自从爱上你了之后 他对其他的异性 完全提不起兴趣了 也不看一眼了 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证源 他的直觉告诉他 已经不需要再考虑 其他的对象了 他可以说是死心 大地选择了你哦 在他的角度 他见到的你是比较低调 然后呢 他比较内向哦 你懂得好多 但你很少去炫耀自己的知识 所以他真的觉得你好棒哦 他很不但爱你 还带一点崇拜 看资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在他的心目中 你已经接近完美了 你是被爱的 多过你所知道哦 他对你的深情 还多过所表现出来 晚上睡不着会想着你哦 你已经影响了他的睡眠 他对你隐藏他的感觉哦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你看不出他那么深爱着你哦 他有时候会因为你跟其他异性来往呢 他就吃醋了 但他就不会承认 他白热梦也幻想着跟你一起生活 他现在还会做好准备的 去对一份感情完全投入 给他一点时间 他希望你能够快乐哦 他想要你得到真正的幸福 他每天都会选择你哦 觉得能够被你看上 是一件好幸运的事情 给选到第二主义资格来看呢 他说他知道这世间是没有完美的人 但在他的眼中 你已经近乎完美 你是接近完美的人了 他对你的深情 是多过他所表现出来的 他是深爱着你 但他就是躲起来 他对你的这一份深情 你甚至已经影响他的睡眠哦 他晚上会为你而睡眠 失眠睡不着一直想着你 他又拉不下面子去承认哦 当你跟别人就是很密切来往 异性密切来往 他就会吃醋 心酸酸的就是不肯承认 他到现在每时每刻 他都会一直幻想着 如果更早的能够跟你一起生活 那该有多好 那该会有多幸福 他现在还会做好准备完全 投入在一份感情中 他可能还需要忙他的事业 他的学业 所以请你给他一点空间 他现在有很大的心愿 是想要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可以再选择的话 他还会是选择你哦 他每天如果问他同一个问题 他还是会选择你 他也觉得自己很庆幸能够被你看上 看中文字感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也许你心中从没有我的存在 他开始悲观地认为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他呢 他想要你更多的确认 有时只是想着你 也会感到很开心 你就是他的开心口 他的快乐 想着你他就开心 不是每一句我爱你都能换来我也是 所以他不敢乱 对你表白哦 他怕遭到你的拒绝 看这个神域白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主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你们之间可以通过交流沟通 或更多的交流沟通 就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 沟通是最必要的 再看 不要拆来拆去了 把你的伤痛呢放下吧 让自己可以好起来 让自己可以痊愈起来哦 你是会好起来的 只要你愿意 你是可以更好的 多一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体谅 去了解哦 或许因为这样子 懂得这么做的话 你的负面情绪就可以消掉了 看这个答案之书 还有哪些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 千万别在这上面压保 就比较放松一点哦 如果抓得太紧 太认真 对方会有压力 对方会怕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过一个 你满意的快乐人生 还有就是 与对方发展成真爱 永恒的甜蜜真爱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专门的主题是 他现在对你的感觉 抽成一百个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现在对你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看他这个人 现在对你是怎么样的感觉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 很能够给他温暖 很有温馨家的感觉的人 跟你在一起 他可以放下所有的结信 在下面去的做自己 你们感情已经很稳固了 对你是有尽重之心哦 他觉得你是值得重视的人 你是一个宝 对你的热情一发不可受时哦 他心底里面 已经做了这个誓言 你是他现在最大的追求 可以选到第三组 他现在对你的感觉 首先你抽一张主题拍卡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 很能够给他温暖 温馨感的人 跟你在一起 好像回到家 令他很放松 可以在下面去做自己哦 你们之间的感情基础 是还蛮稳固了的 他认为你们的未来呢 应该是可以幸福走到底的 他对你是很珍惜 你是他的中心点哦 他现在对最大的追求呢 就是能够跟你修成真果 对你的热情 真的一发不可受时哦 看陶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他现在对你的感觉 是怎么样呢 他对你的事情很好奇哦 甚至晚上会失眠的 一直想要打听你的消息 去偷看你的社交媒体动态 在他的眼中 你真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哦 你有着一切他喜欢的样子 他喜欢的条件 他已经做不住了 很想要拿出他的活力十足呢 冲向你 然后去把自己的热情带给你 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 未来只要有你的话 他认为什么事情都会好的 他更有自信看到 看对看他的 更有自信地看待他的未来 你是一个 很令他感到好奇的人哦 他对你的事情都很上心 都很想知道的更多 他有把你放在心上哦 他好关心你 你是他最在乎的人 最重视的人 你的出现了彻底的改变了他 你就是他要找的另一半 他的恋人哦 是上天错和你们 在他的眼中 你是带着光环的 是无可期待的 没有人比你更好了 他完全不在考虑其他的对象 他现在唯一的追求就是要把所有的爱带给你 要跟你甜蜜的恋爱一场 若你们还未开始的话 他想要追求你哦 你真的是他的一切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世界 给选到第三主义陶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呢 他已经走火入魔地爱上了你哦 你已经是他的一切 他的全世界 他的中心点 甚至会晚上失眠睡不着 一直打听你的消息 想偷看你的社交媒体动态 想知道更多你的事情 他呢 就是觉得你的到来 你改变了他 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情圣哦 你有着所有他想要的样子 他的折偶条件你都符合 现在在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的天 他的世界了 你就是他想要恋爱的对象哦 你令他有这个冲动 想追入爱河 他一刻都不想等了 他很想冲动地冲向你 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去让你们的未来 可以变得更稳定起来哦 他想要给你一个承诺 在未来 无论顺境逆境 他都会陪伴在你的身边 他相信有你的陪伴 一切问题都会带着笑容去面对 你是为一带着光环的 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你 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他 有这种冲动与感觉 他现在所有的追求 是集中在你身上哦 他想把所有的爱都带给你 你是他最重视最关心的人 他现在是一直在想着 尤其是耶稣人 进他独处的时候 他都会在想 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过得好不好呢 你过得快不快乐呢 只要是你的事情呢 他都不想错过 他都想要争取机会地去了解你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知道他过去太脆弱了 不够坚强 他就一时迷失了自己 一时糊涂 但请你别把他推开 他只能够爱你 他只想爱你 你是唯一了解他的人 你懂他 但他不太确定 你是否爱他呢 他想要说很多的话给你听 但他就是开不了口 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每当见到你的笑容 他就溶解了 他就是喜欢你快乐 喜欢见到你快乐 你的笑容很能够拉近 你们之间的距离 喜欢见到你的笑容 他知道曾经的他就是逃避 面对对你的情感 就是早就已经爱上了你 但一直就是不承认 浪费了好多的时间 可以选到第三组 一只可来看的时候 他知道他自己不够坚强 太脆弱了 不敢去承认对你的这份生情 他就是一时糊涂 迷失了自己 做了一些错误的判断 或者决定 希望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失去爱你的机会 请你别把他推开 因为他的心只属于你 他只想要爱你 你是唯一最懂他的人 但他不太确定 你是否爱他 他很喜欢见到你的笑容 每当见到你笑 你笑起来 他就溶解了 你的笑容很有亲切感 很有热情 很能够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相反的 如果你不笑的话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近你 明明很多的话想说 那就是开不了口 所以他真的希望你 每天都希望你能够 多一点的热情的笑容 他知道他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他其实早就已经爱上你了 他就是一直逃避 希望一切不会太晚哦 看重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 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 你不用做任何改变哦 你不用嫌弃自己不够高 或者是太胖 他就是喜欢胖胖的你 高个爱爱的你 再看还有什么呢 我们一起变老吧 他想要跟你一起 浪漫的慢慢一起变老 再看 我不太温柔 但为了你尽其所能 他愿意 就是尝试而去努力的 做你喜欢的样子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一起来看灭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给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好了 放下你心头大石吧 问题没有那么恶劣 没有那么的糟糕哦 所以放松一点 深呼吸 没事的 再看 真相是如此哦 别再怀疑了 你看这张牌卡 就是蓝天白云的 美妙的音乐 你们的感情 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 就不用自己制造烦恼 制造忧虑哦 再看 如果你真的是有什么 顾虑 有担心 可以诚实地告诉对方哦 一起面对 还有就是 拿出你的好脾气哦 问题可以有很多方法处理 你可以选择一个优雅 比较 斯文的方法去处理哦 看这个答案之书 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他将会扶持你 没问题的 你会被 支持 你会被扶持哦 你不是一个人面对 也放心的 正面的相信对方 也可以跟你一起面对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 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你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分身复足的 什么都不缺 收获满满的爱哦 不缺爱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热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